中华館水五金山涯到建国科技大学联合人材保佣班 授予在去地建国科技大学办法治保护五年合作中学金 每一名六万总共有八位同学得到这行中 为学校企业学生共存三名 中华館六港典环博地区是过来最大的水五金生三区 每年可以创造六百亿以上的三顶 但跟很多传统山涯同样都免得人材保佣不简单的问题 为了保佣出百技术的管理可以创新的人材 中华館主任保佣法定学会到建国科技大学来合作 开办三页保佣班以在地保佣的方式将人材落在中华 彰化水五金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产业 它从传统产业要转到一个新的境界 需要很多年轻人的投入 我们建国科技大学很高兴地有跟这些厂商相结合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学合作 为我们水五金培养新的一个人才 这是一个山林的一个计划 对企业、对学校、对学生都是三者都是赢家 科典为开办到达已经满了一年 为了高典的学生 既然提供中华金和副学主级的学生 让学生在母经济压力之下可以安心求学 希望透过跟建国科技大学的产学合作 能够培养水五金未来一个新的人才 因为传统产业在人产的招募还是有比一般科技业来的比较困难 希望能够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他们 对这个产业的认识跟兴趣 能够结合学校跟工厂的一些技术 然后培养未来水五金产业的好的人才 这项企业联合人材败本家伙的学生 到企业都是正式完工 又可以利用自己当个学校达成的学校围 比较后经验、主力、压力一回够到 每个人都有新冠的机会 他可以说是一期两条的选择 新中华新闻北明林中华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